因为我刚进报社一年 不到一年的时候我就结婚了 那婚礼的确就是 三分之二宾客都是长辈的 那那个时候我爸爸 因为是这个司法理议会的会长 所以婚礼要展现这个人的人脉 是完全是做足做满 那那个时候我的证婚人 是当时的司法院长林阳刚 那我的婚礼 照理说在那个年代 也算灌溉云集 身为新娘的我是 因为我们是有这个仪式的 那正要进行仪式之前 我才接到通知就说 证婚人没来 就林阳港没有来 没有来 从头到尾都没有来 然后林阳港不是这样的人 但是他为什么会 证婚人是要上台致辞的 对 那没有来好像也不太能够开始 这种婚礼开始进行 因为我结婚的那个年代 是国民党的主流跟非主流 政争非常严重的年代 那那个时候刚好也传出来 林阳港要选总统这件事情 所以我的婚礼 记者来了二三十家 就是记者都在赌他 因为平常是 因为那个年代 你不可能说像现在官员 走到哪都有记者 现在不可能 尤其他又是司法院长 他平常是不去任何公开场合 他唯一一个公开场合 就是要来我的婚礼 那记者都已经等在那里了 那我认为身为证婚人的 他一定天人交战 他是要来这个场合被记者赌 还是他就是可能就在我的婚礼 留下一个遗憾 我不知道 可我当下真是很惊慌 因为我最大咖就他了 而且他也是看我爸的面子啊 那你没有来 也是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 那我的仪式还是继续进行 但是他其实 第一他没有来这件事情 当然就是会一个很失礼 他立刻就请司法院的 当时的这个秘书长王甲乙来 然后来了之后呢就给他一个讲稿 副秘书长叫王丁丁 难怪人家婚礼喜欢找你 他来那仪式照样进行 他就讲什么 他说你抱歉今天院长没有来 之类的 然后我一开始是不太能理解 说你为什么不来 但是后来就发现他 那个王甲乙来的时候 带了他的印章来 带了领阳港印章来 他必须在我的结婚证书上盖下领阳港 所以我并没有遗憾 因为我真的还是领阳港 而且我之后完全能够体谅 我的婚礼完全没有遗憾 阿港伯也不要觉得有什么 可能我觉得他心里会有一个那个啦 因为他毕竟面对这些记者 问他到底要不要选总统 他真的没有办法讲 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也不错 因为至少你看那么多年以后 我可以分享说 我的婚礼真会人没来 你记一辈子 我不会觉得不好 王嘉义有上台讲话吗 有有他有讲 他有住百年好合吗 有啊 这婚姻还持续你看 哈哈哈哈